其实带您关心高雄骑津渡轮站前面的灾情 因为现在不只传出有淹水灾情 记者背后的自行车租赁站 稍早大概在八点的时候也传出有火事 可以看到铁皮屋其实持续的窜出浓烟 而稍早消防人员以及救护人员也都陆续抵达现场 是出动了四台的消防车以及一台的救护车 那可以看到其实消防人员都是涉水的来救火 他们稍早也是把铁门来持破坏工具割开 把水柱持续朝向里面来洒水 就是要来灭火 不过这个起火原因还不清楚 因为现在台电人员也到了现场来了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稍早也是把电表给拆开 来了解到底是自行车里面来出现火事 还是电线来走火 这个原因都还不清楚 不过可以看到 其实消防人员的水半个这个脚踝甚至到膝盖的部分都是泡在水里面 因为这个适逢大潮的关系 其今其实在沿海低洼地带都出现了漫体的现象 整个海水都已经倒灌进来里面了 可以看到这个商店街其实都是成了飘飘扫河 非常多的民众要涉水经过 而且是刚才上班上课的这个期间 其实非常多民众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不便 因为他们这个机车都必须要下来用签的 有一些人是冒险的涉水骑经过 不过他们这个激起的雪花也都还是会四处喷溅 而且这个机车还有汽车都停放在路边 甚至是有可能会抛锚的情形是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呢这个潮水呢也是逐渐的退去